世尊很自卑 我们不能不感恩 他把这个设法界的业因 主要的因 告诉我们 让我们好学啊 佛的业因是平等 没有高下 为什么呢 你看妄想分别职责全都断掉了 哪里还有高下 清净平等 是佛的业因 我们如果在日常生活当中 没有接触到佛法 如果他能够以清净心平等心 除世待人救 这个人 因为遇到云呢 他马上就成就 我们看看 释迦牟尼夫 这是天性啊 佛法里面讲啊 善跟善后 他除世待人皆物 确实就是清净平等 自卑心 所以他一结束 他就成就了 再看看 在看看中国 禅宗六族 会能打死 没念过书 没有接触过佛法 孝顺 孝顺 母亲 待人皆无 真地 他用的是 清净平等 自卑心 别人 讽刺他 笑话他 毁谤他 他若无其事 还是恭恭敬敬 笑灭 英人 别人说他愚痴 说他傻了 他一点也不傻 一点也不愚痴 一闻到佛法了 他就觉悟了 他就得受勇 到黄梅 见无处 去求教 见了面之后 吴族 叫他去做义工 他是侨夫 卖柴的 依旧让他干奔行 到厨房里面 敢破柴 充迷 这个事情 让他做 做了八个月 没有经过禅堂 也没有经过江堂 到传罚的时候 时间非常短促 半夜三更 吴族召见他 给他讲经安静 那讲大义 讲到应无所住 而神其心 他就开悟了 说出他自己的心得 他自己的境界 说了五句话了 何其自信 本自清静 何其自信 本不神明 何其自信 本自居住 何其自信 本不动摇 何其自信 能生万法 吴族听了之后 行了 不要再说了 一波就给他了 叫他赶快走 为什么 同行相继 一波传给他 人不服 这是老粗 不认识 从来没学过佛法的 八个月 在对房里做苦工 现在一波传给他 什么人夫妻 所以赶紧逃走 告诉他 要躲藏起来 不要让人知道 多了十五年 大家把这个事情 就淡忘掉了 他出来了 这是什么原因呢 记住 清净 平等 慈悲 生活 工作 待人皆无 用这个心 这个心是佛心 与有没有 多个书 没关系 有没有 接错佛法 也没关系 他是佛心 所以一碰到 就大车大乌 宁心皆尽 就成佛了 成佛是个什么样子 成佛 一切法 全通达了 你看看 在离开黄美 吴祖指示一个方向 他是南方人 往南方去 到南方去避难 在路上 遇到 在曹湖村 遇到这个 吴金藏 比丘尼 这个比丘尼 天天念大涅槃锦 念了不少年了 是个很好的修行人 慧能那时候 二十岁 二十四岁 听到他念这个经 就跟他讲这个经 这个道理 吴金藏 比丘尼 非常吃惊 他讲得太好了 就拿着经 向他请教 就是我不认识字 你不认识字 怎么会讲得这么好 这个与认识字 没有关系 吴金藏锦 他没听过 只是听他念 他就明白 这就说明 开悟的样子 人真的开悟了 事出事件一切法 你根本就不需要学 你一听 一看 立刻通达明了 这真的开悟了 那开悟的道理是什么呢 就是把妄想分别指着放下 那现在我们想想 是放下容易 还是天天去研究金教容易呢 每天研究金教好辛苦啊 几十年都不开悟啊 放下就开悟了 所以放下不是一时 放下是在日常生活当中 能大师你看看 在日常生活当中 他什么都不跟人计较 他什么都不跟人计较 无论别人说什么都说好 这真正放下了 这就是说 那个放下的样子 给我们看了 换一句话说 虽然没念过书 什么也没学过 试出世间法都没学过 可是这个人确确实实 普贤菩萨那个神愿呢 你要去对照一下 他同坐到了 离尽祝福 他对业切人所谓的恭敬 没话说 我们在谭经上看到记载 他对于一切人的赞他 看到人做一点好事都赞他 看到人做坏事不吭气 不说话 这是他的德行 这是人家善根 不是 常常念着别人 他不想到自己 这就是真的光修供养 他没有金钱财务供养 他用他的真情心供养 用他的欢喜赞叹来供养 别人有过失 他用原谅别人过失来供养 那么这个布施 严格说起来 他没有外财 内财布施 财师 法师 无畏师 他真做到 没求过的 忏悔业障 忏悔业障 恒顺众生 随习功德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形象 这不是假的 不是做作出来的 不是装出来的 好像是他的本性 语格一结束就通了 事处事件 一切法都通 阿妮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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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